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主殿下 这件霓皇刺绣大厂 针脚细密 色彩艳丽 构图更是大气 实在是难得的上乘之作呀 吴依 你觉得呢 回公主殿下 此大厂虽构图华丽 色彩抢眼 但这凤凰却无半点灵气 可见只绣出了凤凰的身形 却未绣出凤凰的神韵 应该是仿制某名家之作 最多也只能算是中品 我也这么觉得 洛王殿下你认为呢 全凭公主殿下定夺 袁大人有何看法吗 全凭公主殿下定夺 下官并无异议 好 就给个黄牌吧 多谢公主殿下 冲儿 智丧那边已经发了 几块红牌了 回公主 制造笔试 发了五块黄牌 其余皆是蓝牌 直接出局 没有人获得红牌 这偌大的梵京 也不过如此嘛 这个还不错 给个黄牌吧 多谢公主 好香啊 什么味道 你这样子用李蕊拔的头彩 这次又有什么花样啊 民女并未有花样 我这些香料 是取天然植物萃取而成 取自然之清香 兼草本植物之药效 你参加香料比试 怎么绣了一条腰带啊 告诉你 绣一条腰带可讨不了巧啊 就算你把腰带绣得很精致 我也不会对你网开一面的 我猜你老板 一定是有他的用意 公主殿下不妨问一下 公主 你有所不知 霓裳参加了 织造和香料两项角逐呢 霓裳 快解释给公主听听 回公主殿下 这兰昭湿热多雨 多有蚊虫叮咬 我这腰带呢 是用多种香草 在安树油里浸泡熏染制成 因此具有防蚊的功效 公主若是不信 可以把她带回去 即使是在盛夏夜里 带着她去草丛里走上一圈 也是不会被蚊虫叮咬的 这么说 夏夜出门戴上这条腰带 不用随从打扇子 提启文灯了 正是 公主请再看这个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些香囊里也加了药草 这个香囊不仅可以助眠 而且还能安神 最适合在冬日佩戴 可以趋寒保暖 对姑娘家更是好 这些香囊可以作为配饰 挂在腰间 而且还可以伴随一年四季 是须而佩戴 霓裳 霓裳 你怎么想到这些小法子的 两项都独具巧思 着实难得啊 那是 我们霓裳最厉害了 袁大人 你的意见呢 下官并无异议 好 那就赐红牌 多谢公主 这个 蓝牌吧 蓝牌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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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